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指令抽出的字段 咱们上期为止 是说咱们如何做复杂的查询 那么今天咱们要抽出指令的字段 因为咱们不可能说全字段都抽出 这样在网络传输中都会影响性能 那么咱们今天讲一下 如何抽出指令的字段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抽出指令字段的方法 大家请看 DB跟上咱们的集合名 跟上Find 这都是咱们上期讲过的内容 但是这Find的参数其实有多个 咱们上期为止 讲的是第一个参数 检索条件 今天咱们讲它的第二个参数 这就简单了 大家请看 第二参数首先说 也是一个Jason对象 它标识着咱们抽出哪些个字段 比如说有个字段1 咱们写上处 什么意思呢 字段1被抽出 然后咱们有个字段2 写上等于1 这两个是一个意思 处和1是一个意思 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条件抽出 Find的1和Find的2 这两个字段 其他字段就不再抽出 非常简单吧 好 那咱们马上实战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也是不难 咱们先进入到 小马博客的数据库 然后咱们先打印出 所有的文章 先看一下都有哪些文章 然后注意看 这行一句 我第一个参数呢 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抽出所有的文章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 注意看 我只抽出标题 这等于处吗 还抽出排名等于1 那坏的话说 咱们执行这行结果之后 会抽出两个字段 其实不是 其实为什么不是 因为蒙古DB呢 他默认还会给咱抽出一个什么 下话下ID 标识了这个文档的唯一的值 他会不能抽出来 那咱让他不抽出来 不显示怎么办 咱需要呢 用到这行命令 再加上一个下话下ID等于0 他就不出来了 这就是如何抽出指定的字段 好 咱们试一下 今天的质点不是很难 咱们马上开始 现在是在这个蒙古DB的控制台 我首先切换到 先把博客数据库 没问题 然后咱们列出当前所有的文章 出来了吧 没问题 稍等 为了让您看得方便 我清一下屏 然后咱们再来 出来了吧 好 那接下来 咱们只抽出 注意看 只抽出标题和排名 两字段 标题字段 对吧 排名字段 其他的tag啊 什么的 Eastop都不要 好 试试 不好意思 我刚才拷贝了 再来 因为我这控制台 一选这个鼠标 选择就拷贝 好 试试 够 大家请看怎么样 仅仅标题和排名 两个字呢 被抽出 最后一个 骑士方教育 没有这plank 所以它就不被抽出 对不对 但大家注意 前面有一个下滑项ID 标识这个文档的唯一的值 这个ID呢 蒙古DB默认是把它抽出的 那我刚才跟你说 咱们怎么让它不抽出 很简单啊 就是这句话 其实咱们在用这个SQL时候会发现 我没有指定自断 为什么是抽出呢 非常的奇怪 这是蒙古DB一个特殊的地方啊 如果你要不想看到这个下滑项ID 就需要加上这个0 大家请看就这地方 加上0 然后呢 告诉蒙古DB 你别把它给我了 可是你不给它 这就是意味着一个问题 就说咱们因为是这个NoSQL呢 咱们要更新每一个文档之后呢 必须要有一个唯一的ID 才能够定位到它 如果没有这个ID的话呢 那您更新时就会出现麻烦啊 所以我建议您 在编码过程中 不要把这个ID隐藏起来 好 咱们先试试 隐藏的方法啊 Go 来吧 大家请看怎么样 咱们换句话说 咱们在页面上呢 可以显示出来这个数据 但是我更新是怎么更新 它没有V的key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不推荐您 把这个下滑项ID隐藏起来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如何抽出指定自断的知识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今天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 然后我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和优酷 供您下载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优酷的话 它转码有这个高清 标清的问题啊 推荐您使用YouTube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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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